OK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剛學稍微填寫一下我們這個問卷的部分 問卷的部分 那一般來講 各位應該有用過不少這些影像主義軟體對不對 像Adobe是很著名的 包括Photoshop 以達推特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大家回應的情形 所以有看過或有聽過我們Photoshop應該是算最多的 這個是算是業界的標準 所以呢 這兩個大家比較沒有聽過對不對 比較沒有聽過 那其實這兩個都是所謂的Open Source的 就是一般我們中文翻作開圓的 開圓的這種影像主義軟體其實也還蠻不錯 那另外呢 有一個台灣之光 我發現還不少人知道喔 哪一個 這一個Photocab 還有三分之眼知道 那等一下呢 我們也會稍微用一下 那很抱歉的是Photop Impact 這個呢 不好意思啦 它已經沒有明天了 它已經屬於明天過貨那一種型了 因為它本來是什麼 台灣的公司叫有力 可是呢 後來被哪一家公司 扣之後這一家公司併購了 那因為他們家本來就有影像主義軟體 所以呢 它就被冷凍起來了 所以不會再有新版本了喔 OK啦齁 那再來我們往下走 欸 您會看到囉 這裡 你們這樣看應該delay的情形不嚴重吧 還可以啦齁 還算蠻即時的 好 OK 那影像處理的APP其實也蠻多的對不對 對 因為現在手機比較方便嘛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的課程裡面也會有 那 喔 美圖秀秀怎麼大家都這麼知道 不能因為郭董的老婆有用就 哈哈哈 郭董有投資吧齁 好 再來 沒有想到那個文青相機也有人知道耶 可能你也是文青喔 哈哈哈 OK 那另外呢 還有幾個像這個摩曼啊彩曼啊 其實這也是最近比較新奇的 所以等一下呢 比較沒有用過的 我們會給你看 會看一看 好 會稍微給你看一看 那再來 我們今天主要的主軸會在什麼 雲端服務裡面 雲端服務其實算是在 就是影像處理這一塊 在雲端服務算是相對來說是比較成熟的 因為第一個 檔案不算太大 第二個呢 應用上 生活上拍照又大家很常需要的功能 好 所以 你看 這裡 我發現 你們只有知道一個最多 就是這一個 哈哈哈 糟糕了 其他都很少知道齁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重點都是擺在你不知道的這邊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希望今天這樣子 經過這樣調查之後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大家大概也等於使用情形 那麼等一下呢 我們會回到這邊來 回到這邊來 那 待會呢 就先從線上的服務開始 好不好 OK OK